如今,充滞版的奇雨可以说非常的强大 就连获得神灵力量的恶狼也不是奇雨的对手 春天还提到了奇雨会持续成长 那么以前处于成长期的奇雨 有着头发的奇雨,实力到底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一拳超人与龙珠的番外片 奇雨对战龙珠里面的宇宙人的故事 我是一,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记得关注了频道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 顺带一起,一拳超人充滞版216话 会在9月22号左右的样子更新 此时奇雨还有头发 奇雨打败了一个长相奇特的怪人,一名学生感谢了奇雨 询问奇雨的英雄称号 奇雨说着,我不太清楚那些东西 我只是凭借兴趣当英雄的 学生有些疑惑,是兴趣吗?怪不得穿着运动服 请你以后也要加油 奇雨想着,虽然是兴趣,但是已经打败了很多怪人 我是不是应该弄个更加像英雄的形象呢? 突然一艘宇宙飞船从天而降 路人们纷纷开始一轮 路人们显得有些慌张 奇雨有些好奇,快速朝那个方向赶了过去 宇宙飞船降落在了这片平地上 好几个宇宙人走了过来 平头宇宙人说着,随便找个星球居然还不错 斑点宇宙人表示,这是什么星球 长头风的宇宙人说着,不知道 貌似还有很多人住在这里 不然,战斗力探测器显示附近有战斗力很高的人 而且就在石头的后面 奇雨正躲在石头的后面 奇雨觉得自己被发现了,禁止走到了宇宙人面前 你们果然是宇宙人,这是一群唠头的家伙 斑点宇宙人表示这个家伙的战斗力有多少 长发宇宙人显得有些惊讶 探测器居然故障了 现在就直接干掉它吧 长发宇宙人拿起了手里的激光炮 朝着奇雨射了过去 奇雨轻松闪躲 宇宙人非常的震惊 激光炮竟然被躲开了 奇雨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突然攻击我 你们果然是来侵略地球的吧 奇雨想着,我的力量对这些宇宙人有用吗 奇雨的眼神坚定 一瞬间来到了宇宙人的面前 一拳打飞了长发宇宙人 长发宇宙人的战斗服 直接被打出了一个洞 斑点宇宙人借形势不妙 一拳打在了奇雨的脸上 虽然奇雨受了点伤 但是下一秒一拳回击了过去 打飞了斑点宇宙人 头盔宇宙人一拳重重地打在了奇雨的身上 奇雨有些微微颤抖 紧接着奇雨一拳打在了头盔上 头盔破裂 平头宇宙人一肘打在了奇雨的头上 随即短发宇宙人一脚踢飞奇雨 其他宇宙人也蜂拥而上 就在这个时候 奇雨想着连续出拳试试看 奇雨握紧拳头连续普通拳 一瞬间打飞了三个宇宙人 然而一个矮个宇宙人积攒好了光波 看准时机一发光波扔向了奇雨 奇雨来不及闪躲 光波击中奇雨 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矮个宇宙人一脸开心地表示 我打败他了 但是随着烟雾散去 光波紧紧打烂了奇雨的衣服 奇雨瞬间干掉了矮个宇宙人 正当奇雨烦恼 上一被烧掉该怎么回家的时候 长发宇宙人快速移动到了奇雨的背后 死死地用手臂勒住奇雨 你大意了 你以为我死了吗 你这个家伙很厉害 绝对不能让你活下去 奇雨振脱不了 长发宇宙人举起了机关枪 下一刻 比克来到了这边 抓着长发宇宙人的机关枪 要死的是你才对 说完比克一击打飞了长发宇宙人 一发光波直接干掉了他 奇雨有些震惊 这个人也非常的厉害 比克感谢奇雨 幸亏你第一时间出手 避免了严重的后果 奇雨表示 这没什么 你叫比克先生是吧 你也是凭借个人兴趣做英雄的吗 比克说着 并不是 奇雨心里想着 他的脸看起来像是个怪人 比克为了感谢奇雨 送了奇雨一身衣服 是跟物贩做英雄时 穿的一模一样 比克还给奇雨取了一个英雄称号 蒙灭奇雨超人 奇雨并没有大力比克 说着 我就回家了 谢谢你比克先生 奇雨看着身后的披风 想着 以后变强 我也要弄个披风 奇雨走后 比克回想着 刚刚发生的事情 这个家伙还会变强吗 我期待他的成长 画面来到了现在 奇雨来到了诡计怪人 红裤子军的基地 此时的奇雨 才是那个真正的一拳超人 头发已经没了 身皮披风 穿着黄色战斗服 一拳直接干飞了 红裤子军的基地 以上就是一拳超人 和龙珠的三外短片 我是一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